出席跨境电商座谈会 新北市长朱立伦平时政 拉台侯友以外也要累积政治筹码 卸任新北市长后的下一步 是否参选2020总统江仙底牌 我在12月24号以前全力做好市长的工作 到时候再来思考 12月后再做决定朱立伦政治算盘打得惊 更上层楼民意堆叠很重要 巩固全台最大票仓 八年成绩单是关键 内任重头戏打造新北市成为电商之都 就是其中一环节 不仅吸引多家国际界者进驻 更要推动中小企业力求转型 我们让我们新北市很多中小企业 加入我们的电商大学 那今天又是这样子的一个专题演讲 跟平台的建立 未来我们包括Amazon 在新北市的研发中心也要成立 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我们希望各个电商在新北市能够落脚 同时让我们中小企业能够加入电商的行列 以实际行动证明 先后争取阿里巴巴以及亚马逊等国际企业 在新北设立据电 并打造24小时不断电的官方电商基地 提供专业课程培育 并推动多场座谈会 以及企业媒合活动 以电商化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这样的媒合我当然是希望越多越好 基本上我们来这个目的就是提供 中小企业一些顾问的服务 然后让他们对于外贸 或者对于电商 电商这个跨境电商这件事情是有信心的 那刚好物流这块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也希望就这种说明会 我们多多帮助到很多 想要做外销的商家 朱立伦积极推动电商政策 业者也乐见其成 也希望这股活水注入以后 能够由地方潜动中央 带动全国电商经济发展 环宇新闻 林继强丁上辰 清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